大家好,又是我们76的专访 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Patrick和Zuki一起上来我们这边 跟大家聊聊,Hello 各位76的朋友,大家好 很久不见 真的很久不见了,说得非常好,很久不见了 我们也想更新一下大家的近况 我们的近况去见了 搬了一个多一点地方拍摄 漂亮就不能说了 有些游戏机,买不到那些都买到 是呀,买不到那些都有一部塑膠的 摆一下做样子 不是一部 假的,不是一部,全部假的 不行的,我们拍摄也用的 所以你看看,他真的很喜欢玩游戏 他真的很爽 有试音房 是的,有个小小试音房 如果你有些影片,也可以上来试一下 先说说,其实早这一年 你们在忙什么 我们自己都不停运作 因为其实就是要去制作 未来这一年和大家现在听的 一百岁剧幕 以及未来的第二部 就叫《期间限定》 有些剧本的写作 还有锻炼自己的传艺 这一年大家都是 大家都多了在家煮东西 这个你在说 你怎样都要有新年刺激 难道我老婆做梅菜蒸猪肉 青鲍炒蛋 试汁排骨 那些东西都很难 是难,但没理由一个星期七天都吃 来来去去,有些肉,有些菜 混合,混合,打个生粉线上去那些东西 那你会换 是的,那你会换 那你唯有自己 你清算我是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在大家面前清算我 肯定知道你会做梅菜蒸猪肉 是的,怎样去禁室培育我的初期 2021年,终于听到Suki新歌 真的很开心 《100岁被忘录》 就是第一首原创歌派台 2021年的第一首 是的,其实陆续都会有来 我们都希望可以真是 努力点,赚多点钱做歌 当然是非常之好 要好好记起 记忆到已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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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成章记对不起 记不起 至少给我记 你 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在这几年 找到Suki的代表作 希望可以 在歌曲风格上 我们是想试多一些新的东西 都会和Suki擅长的东西 会有些挂拈 例如之前的动态回顾 有些认识 有些认识 他心目中很想去讲一些 自己对成长的看法 幸好突然间 我们又遇到住民戏 你看看这首歌 Patrick 这首歌我很喜欢 我一播出来 他在洗澡房中 他说是什么歌 你扮演他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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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正在处理第三首歌 正如我刚才所说 希望这几年 可以找到Suki的代表作 这是我们另一个目标 一百岁来说 我觉得你的曲风都不同了 在一个流行音乐来说 其实是容易令到别人 去记得这首歌 所以我觉得 反过来又这么说 2021年的Suki 在歌路和唱法来说 我觉得是成熟了 而且大家已接受了 我觉得这个很开始 和阿邓先生 在感情上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只是裂缝 对 而这个裂缝不是说 你现在缺了什么 不是这些 他一直都提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太沉迷打机 打机没问题 其实喜欢打机是OK的 其实你真是弥补 你知道多少人想 老婆或女儿是这样的 不是啊 他打机我不打 是啊 是啊 就是他不玩 不是 我最沉迷就是打蓝球 但是打蓝球 你最终于打两场 我们都累 一个动作都差不多 我以为沉迷都 看着手机 最惨是 我打手机吗 是啊 我打机就看着电视 但是他打手机 就无时无刻 很悲哟 基本上是24小时 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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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了23 占了 占了 十几 非常多的时间 很多时间 很多时间 好像没有了灵魂 我今晚9点有一个联会战 公会战 他的意思就是 那段时间你不要送我了 但是就不好受了 令到我们的关系很冷却 进入了冰点的位置 是的 也有想过不如算吧 如果你继续去 你喜欢你的打机世界 你喜欢那个圈子的东西 你继续吧 我觉得 大家都经历了这么多 如果你今天你愿意 是为了这个打机的圈子 而放弃我和你西部建立的东西 无所谓 我是说到这样的 很多年了 因为这个 很多年了 是的 他特别是沉迷那种 那种私杀的那种 是的 最差我还要唱到那么大声 是的 真的不好 你应该先带我的耳机 首先 不应该让他听到 你太不专重了 是的 有一天晚上我 真的挺害怕的 他说 你想不到决定不重要 你继续打你的耳机 有空的时候 你就看回我们以前 一起拍过的照片 行不一路 你自己去行两下比重 然后他真的自己 狠狠地在那裡 一直看 素相看 是的 看一看他不知 突然间又哭了 对不起 老公 醒饭 然后我说 我们继续都可以 但我会很严谨 打机可以 大家轻松可以 但不能沉迷 对 其实经历了这次之后 他自己又有反思 是 正正有这件事 是 我们又要做新歌 Gamasuki就说 我们写这个 林玉玲 就写了100岁的歌 这首歌 正正因为我们有一个 关系上的裂缝 有一个冲突 所以令到 有些衍生了这首歌 也希望 藉着这首歌 告诉大家 珍惜自己身边的所有市民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好好记得 对方的好一点也对 不过也很幸运 Suki也算是这样 懂得回头是岸 我觉得打机 其实有什么好玩的 很厉害的 尤其是那段时间 你没有东西做 没有寄托 19年都可以 不要给藉口自己 不要给藉口自己 更加严重 你明白吗 出辣沙子牙 有鹿歌 有什么 不要给藉口自己 他要减压 那时候他要减压 你可以减压 减压 OK 但实际上 我真的太浪费时间 你懂得回头 你懂得回头 好像真的离谱了 是的 因为我觉得 人慢慢大 任性 小时候可以 其实我真的很离谱 慢慢回想 做就有这一首 新歌 不过反过来 我自己听这首歌 如果我没有听过 你们讲这个故事 我是完全感觉不到 这件事去到这么严峻 说真的 因为轻快 是的 为什么用一个轻快的方式 去表达人与行的关系 提醒大家呢 因为疫情都这么辛苦 大家 我是听众的话 我也想听一些 轻快一点的东西 轻快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 R&B轻快一点的版本 可能就是给丁堆 不是说有很多 就是丝丝的温暖 去送给大家 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轻松一点 你很聪明 叫他拿一张照片出来 看一看 心中有数 是不是特别放多几部手机 在那里 多怕他看不完 你是不是有看另外一部呢 金色那部还没看完呢 你倒了一局 大小的感觉 你这下都鬼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有时 现在还看到你们在Facebook上面 曬恩爱 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所以今天有机会 找你们来聊天 这个故事 我觉得一定要和大家分明一下 娱乐业的朋友都真的 幕前幕后 在2020年 即是突然之间 一声 所有的工作都停了 停了手 几个月没有收入 咦 那个方向应该怎么做呢 是的 所有都停了 那你可以真的坐定定 去想一下 究竟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没错 理念有点像我们 以前手 原作的那个后两步 就是我们 不是一米万力向前走 就代表你有进步 反而有时停下 退后两步 去看看现在大家在看的 是什么 换句话说 你可以有足够的空间 时间去重整自己的心态 究竟我们的 planing 应该如何 反而我觉得 挺好的 但这也是帮助自己清洗一下思维 重新再想一下 究竟如何走 没错 其实人生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break 也是好的 也是好的 少年是你尽兴吗 痴着你 Patchin 你这个2021年有什么大计 导演有什么想法 导演 我又不是 因为 没有 就是没有东西 什么都要试 在2019年 就是 当然我们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都参加了一个 叫做 第七届创家作的危险地赛 因为很庆幸可以在2020年的年头 公布结果 赢到一个创作奖的童奖 然后Suki就拿到专业组的金奖 其实很多女歌手参加 我们那届有21套 我自己的目标就是 当然是拍摄这些 希望有些奖项得到 我很幸运我拿到第七届 这个奖项 創作的奖项 制作的奖项 接下来大的目标就是 我想参加首部剧情片 我很希望事成 因为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把音乐人和电影人 拿在一起 我给大光 给蛋哥看的时候 我很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蛋哥会不会 不喜欢 我会觉得 很麻烦 但我又觉得 我相信这个剧 不要紧 我找另一位监制 但你始终都会有些 有些不开心 但蛋哥又 他真的看完 又觉得 怎样说呢 我惊喜 是 进步了 Patrick 因为之前那两次 他都给了很多留言 给我 是 我在他身上也学了很多 所以我提交给他 我也害怕 但他一口答应了我 另外男主角 我用了一些时间 去跟他研究 如果他也是 可以的 Suki有没有份 有 对 还怪不得漂亮 你看到你了 老闆 主动出击做演员 真是 你知道现在 导演演员的东西 他给了甜头我八年了 是时候珍重报告 做不到 好 好的 当然 如果我好运 我能够拿捏到这个机会的话 我当然想 我都希望可以 跟我太太分享 当然 如果他很耻气 不行的 他都拿了两届 女议员金奖 第一届 第六届 初级组 第七届 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听到这里 都知道 他们未来的方向 其实非常清晰 还有很有目标地 为了自己的成功进化 好了 今天就来到这里了 有机会再见 再聊聊天 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